朋友们好 连着好几天 今晚真了呀 咱今晚热糊的 吃东西山西特色青汤面 青汤面离不了韭菜 一小半就够用了 像一挂号炖天一样热 热锅 热油 煎豆腐 翻个面 切点面筋 炸一下 盆酱肉沫 盐 吃蛋虾 双炒 老炒 蚝油 炖腐 白菜 虾 炖开炖肉五分钟 天一流量 啥这蜂蜜冻都不带冻的 这才是成熟蜂蜜 盖油的样子 每一丁都是完全粉盖成熟蜜 薄蜜度在43以上 肉眼可见的浓稠 大家一定要记住 吃蜂蜜一定要吃成熟蜂蜜 这样的蜂蜜吃起来 才有蜂蜜 盖油的营养价值 那加个稀稀的 薄蜜度41度 42度的蜂蜜 是未成熟蜂蜜 营养价值少的可怜 吃起来不会有太大作用的 而且卖的挺贵 咱家的蜂蜜是真正的成熟蜂蜜 薄蜜度在43以上 喜欢吃蜂蜜 朋友尝一尝咱的成熟蜜吧 放心你去尝试 如果跟我宣传的不一样 假意发碗 咱上十一活动开始了 18发三斤 早会面好洋怀面能混搭 烫好了 大面 青汤面就要这熄灭了 这就是咱下期那份农村的真实生活 每人一碗热乎的青汤面 不对 二段是一盆 哈哈哈 要的弄死了 给你倒 行行行 哈哈 那姐姐撒点 全凭这股的 辣椒油有碗的 碗碗地底吃多了 哇 这筷子肯定好吃 嗯 听着了 来的时候吃着糖面啊 吃完这儿 今晚唯一的缺点是辣椒油太少了 小肝哈 我盆比你脸都多 哈哈哈 喜欢吃面食的朋友 一定要试试 我们下期里面的特色 青汤面 非常好吃 今晚视频就到这儿 咱们下个视频见